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学习进阶算法与应用课程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神经网络里面这个重要的一个算法叫Gradient Descent,提度下降算法 并且跟大家从数学公式和图像的角度详细推了这个算法的过程 那么从这节课开始呢,我们就跟大家开始介绍我们如何在python中自己来实现一个这样梯度下降算法 来解决这样手写数字识别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到代码的细节来一步一步实现根据我们上两节课对这个梯度下降算法的理解 来自己我们来一步一步的用python实现一个梯度下降算法 好的,那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之前所要说的就是说我们需要用的数据集呢 是我们之前介绍的这个Minist Dataset 它呢有5万张这个本来是有6万张训练集图片作为训练 然后有1万张图片作为测试 但这里呢,跟大家介绍一下作为这个深度学习呢 我们通常有取出来一个单独的一些图片给它作为一个叫Validation Dataset 也就是说验证集,这个验证集的作用就是说在我们训练的时候我们可以监控我们每一步学习的状况 而根据这个验证集呢,它的这个有这个具体的标签,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每一个图片的数字是多少 来调整参数作为验证 最后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模型训练好之后呢,我们再在测试集上来测试 所以在这里我们拆分了一下,就等于说我们把这个训练集本身里面的这个 6万张图片拆成这个5万张的训练集以及这个10 这个1万张的这个测试集,验证集啊,当然测试集也是1万张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来详细看一下我们如何在python里面实现这样一个神经网络 并且利用t度下降算法来实现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神经网络 并且用它来进行手写数字的识别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定一个类啊 这个之前我在这个我之前录制的这个python的这个语言课程里面 给大家介绍过,简单的介绍过,这个python这种语言呢 是完全支持这个面向对象的这种编程结构 如果不熟悉的同学呢,可以出门左拐看一下我之前录制的这个python语言基础 里面有一张,讲到了这个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python 如何来用python写这个object-oriented啊 就是面向对象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语言结构 那么不熟悉的同学可以稍微再自己复习一下这方面 那我们现在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先首先定一个类啊 定一个类这个名字叫network 就是我们想定一个这样一个神经网络这样一个类 这个跟java也类似 就是说我们首先用关键词class 就是说我们在python里面如果要定一个类的话呢 我们是用这个关键词class开头啊 后面紧接的follow的就是这个类名 我们这个起名叫network大写的n 好,那么里面的参数呢 我们假设我们传进的就是一个object 就是一个对象 好,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类 这个我们首先啊 这个define的是python定义方程的一个关键词 那么这个init什么意思呢 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这个类里面的一个构造函数啊 就问大家如果熟悉这个java或者是C++的同学都知道 在java里面我们有一个构造函数 我们在java里面的构造函数的那个类 构造函数的函数名和类名是一样的 但是python比较特殊 就是说python有一个特殊的函数叫做init 这个函数呢就是说有两个下化线加一个init init后面加两个下化线组成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实力化一个类 它总会运行这个init这个方程必然运行啊 所以我们用这个init就相当于java里面的这个构造函数 好,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python的构造函数的这个特征 所以呢在这个构造函数里面呢 这个self是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这个this 在java里面那个关键字this this也就指的是当前类的一个指针 指向当前类啊 然后我们的传进来的参数后面就可以自己填写 在这里面我们在这个类呢是想定义一下这个整个神经网络的结构 所以我们传进来一个参数叫sizes 这个sizes 这个sizes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神经网络 它一共有几层 每一层分别是有几个这个神经元啊 我们一会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 就是说python 因为它是一个动态语言的 所以我们知道 在我们传参数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声明这个参数类别 它是哪种类型的 我们只要定义一个变量名 它会动态的根据我们传入这个变量参数对应的这个值 它是什么类别来决定它的类别 所以在这个size呢 其实我们定义的是一个list python里面的list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们现在想建一个三层的神经网络 它的输入层有两个神经元 有点像这个 假设说我们从这抹去一个神经元 剩两个神经元 然后第二层有三个神经元 我们看到这有四个 我们假设说删去一个有三个 第三层也就是输出层有一个神经元 这样一个神经网络呢 我们可以就把size可以设成这样一个值 231这样一个list来传入神经网络 所以我们想定义神经网络是通过定义它每一层的神经单元的个数 来定义这个神经网络 好就简单 我们传一个size键 好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几个参数 首先第一呢 就是说我们想通过这个size 知道这个神经网络 它呢一共有几层 是吧 这个比较简单 在python里面这个len 这个计算length的这个function呢 它就是返回我们这个list里面有几个数 是吧 它的list的长度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们这个神经网络传入的这个参数sizes 它是231的话 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神经网络有三层 123 所以这个length function呢 就返回的是这个层数 所以我们就让这个当前类的这个number of layers 这个属性啊 让它 等从这个size传进参数来读出来 它有几层 好 这是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呢 我们当然也有一个sizes 就是我们当前类的这个sizes这个参数 就被赋予我们传进来size的这个值 这就相当于我们之前用 假设用java的话 我们就是this某个属性等于传进来这个属性 好 那下面的这个bias呢 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不断提到的这个b 就是我们这个 还大家记得我们在这个介绍sizes function的时候呢 里面提到两个重要参数 一个就是这个weight 权重 一个是bias这个偏向啊 所以我们的偏向呢 我们来怎么初始化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了 说我们的神经网络的过程中 怎么来更新这个通过我们的输入的这个x的实例 怎么来更新这个weight和bias 就是权重和偏向啊 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学习的训练的过程中 我们如何初始化这个每一个这条线上 它都对应有一个weight 权重和这个偏向 我们怎么初始化呢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提过啊 这个方法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就是给它取一个随机的数的0和1之间 来随机的产生一些数 把它作为初始值 作为这个权重和这个偏向的这个初始值就行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初始化这个 首先我们叫biases 就是说我们这个偏向 大家记得这个偏向呢 也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神经网络 计算的过程中呢 更新的过程中 每一条这个箭头这条线啊 我们都要经过两个步骤的运算 对不对 第一个步骤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对应的这个权重 还有一个对应的偏向 是吧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们现在用这三个神经网络的输入 来计算 这一个 下一层的这一个 神经元的值的话呢 我们是每一条线上 它有一个对应的这个w 是吧 就是一个权重 就是说连接这两个之间 它有一个权重 连接这两个点之间 它有一个权重 连接这两个点之间 它有一个权重 那么也就是对应的x像素值 分别乘以它们对应的权重 加起来之后 我们再加一个b bias 就是这一层 它本身有一个偏向 那么加起来之后呢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新的变量 然后我们对它求这个sigmoid function 也就是说1除以分母是1加上1的负 刚才这个值这么多四方是吧 这就是我们这个公式 大家还记得 好 那么 我们怎么初始化这个bias 就是把它 在一个高次分布中 从随机的generate 就是说产生一些0到1之间的值 作为初始值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我们就利用这个np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交的安装的这个包 叫numpy 在python中我们导入的时候可以写一行叫import numpy as np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python的这个代码中 如果每一次老要用到这个numpy nm numpy的话就不用把它写全 就写成简写numpy就行 它是一个针对以矩阵为核心的一个科学计算的包 好 那么这个包里面有一个自带的函数 就是numpy.random.randn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random大家知道是随机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里面传入两个参数 它是给我们产生了一个高斯分布 也就是正态分布中随机的产生出来了一个矩阵 那么它的这个高斯分布里面它服从的这个均值是0 方差是1这样一个高斯分布 从高斯分布中产生出来一个矩阵 这些数都是从高斯分布中产生的随机产生出来的 所以我们是利用这个numpy它内建的这样一个随机产生高斯分布的数 这样一个方程来对这个权重和这个偏向进行初始化 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首先看这个y for y in sizes 1到什么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我们的sizes刚才给大家说了 我们假如说可以传入的参数是231这样一个list 那么下面的这个所引号角标呢 1到什么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不包括1到后面所有的数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除去第一个数就是31这两个数 python这个角标的话就我们不包括当前这个数 所以我们为什么这样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bias它是从这层开始的是吧 是从第二层开始的 我们对每一个对应的神经元都要有一个bias 所以呢我们就是等于说初始化的时候要对y在这个size的3和1这里面是吧 我们要随机的产生一些数 所以呢这样呢我们就对这个31这样产生了随机的这个偏向 好那下一步呢我们类似的我们要对所有的这个 这点线这个边也就是我们箭头都要有一个对应的这个权重 那么这个权重我们是随机从这个正态分布01中 正态分布以均值为0方差为1的正态分布中生成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权重啊 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我们也是用这个同样的这个random 这个function 然后我们这个y和x我们有两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家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zip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zip呢 它其实是对于你传入的这可循环的两组量 它产生一组新的量 那么它就是可以把它们两分别取第一个搭配起来作为一个tuple 再取第二个作为一个tuple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啊 因为我们产生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是要通过这个每一个边都要有一个位置 也就是说我们在01这一层就前两层之间要产生两两对应的所有的权重是吧 那这样我们要多少权重大家可以算一下 如果是第一层有两个神经元 就是假如说两个第三第二层有三个神经元的话 我们是不是有需要有六个这个权重 二乘三这样一个矩阵 所以呢我们是通过这个 说从开始到这个-1的意思就是说 在python中呢它就是说下标除了所有从开头到所有的数除了最后一个数 也就是说如果sizes这个值等于231的话呢 这个-1指的就是不取除去最后一个数 我们从开头一直到倒数第二个数就是23 所以我们就是23 这样一个一组数呢就可以让我们产生前两层之间所有的对应的这个weight 这个权重啊 那么下一层的这个size1到剩下的 也就是说我们从中间层从第二层开始到后面输出层所有 所以呢我们是xy两个变量分别取这里面两个值 那么我们通过y和x来产生这个权重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所有矩阵对应的这个初始化的权重 我们一会再给大家实际演示一下code 大家可以明白这个概念 所以呢好我们这个sizes传入这个唯一的一个参数 在这个勾到函数里面指的就是每层神经元的个数 比如说呢第一层神有两个神经元第二层有三个神经元 那么我们就是两个三个是吧 还有一个输出层 好 那个这个方程呢 Numpy Random Rand Y1就是随机从正态分布只用生成的一个Numpy的一个矩阵 好 然后这个weight呢 它里面存的就是所有层和层之间连接的所有的每一条箭头对应的一个weight 也权重啊 所以weight如果是weight0的话呢 它储存的是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的这个连接啊 然后呢如果是weight是1的话呢 我们是储存的是从第二层到第三层之间的所有连接 好 那么大家可以想一下从第二层到第三层之间这两层之间一共有多少个weight 我们刚才说了每一个直线就代表一个weight是吧 所以呢我们一共有三 一共有假设第二层有三个神经员的话 我们一共有三个weight是吧 所以呢我们第一部分的矩阵应该是一个三乘二的一个矩阵 第二部分应该是一个这个一乘三的一个矩阵好 好我们现在验证一下我们把这个代码可以运行一下 这小一部分给大家再解释清楚一下这个意思 好这就是我们刚才输入的代码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ize 我们打印出来是什么样啊 就是说我们传入的这个size是231对吧 所以我们跟大家演示一下这个size从1开始 这指的是除去最开始这个 从就是说这个所以出去第一个元素 剩下的所有元素我们看一下啊 是吧3和1就出去第一个元素 因为python是从0开始数的 所以我们是从第一个到所有剩下的 好这是size这样一个概念 我们下来看一下啊这个bias这样一个概念 这个bias的概念呢就是说 我们之前有一步不是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啊 通过随机产生这个正态分布的函数中 通过这个来产生 所以我们bias是这样定义的 我们来打印出来看这个bias是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 值 好我们看一下bias 所以呢它是一共有 一个list里面有两个圆组啊 都是array一个是三乘一的是吧 因为我们 看到这个size 这个从第一到最后一个也就是说三一是吧 这样一个 啊 这样一个矩阵 好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我们刚才给大家解释到这个zip sizes 冒号到-1就是所有东西到 除了最后一个就是2和3是吧 然后呢这个size1到后面就是3和1是吧 那么zip 我跟大家解释的 它是产生一个新的list 来结合这两个list的值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zip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值啊 就是我们想想看一下这部分 它x和y的值分别都是哪几对值 看看我可能不小心这个创了一下这块啊 我们修改一下这个地方 好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zip的值我们看到啊 是 首先第一部分的值 是2和3 第二部分的值 是3和1 是吧 所以我们这个zip出来呢 打印出来的值就是这个2和3 还有3和1啊 两组 也就是说 我们要对weight产生两组矩阵 第一组是2乘3的一个矩阵 它来代表了所有第一层和第二层的链接值 然后呢 第二个矩阵是3乘1的啊 所以就代表了这个中间这个隐藏层和输出层的所有的这个权重 好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 运行一下整体这个程序啊 我们把这 先 注释掉 然后我们来 解释一下下面的一个概码啊 就是说我们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 神经网络是吧 在这个 Network定义的这样一个类 所以我们在实力化的时候呢 在python非常简单 也就是说我们随意定立一个新的这个变量名 等于这个类名 里面直接传入这个 constructor就是构造函数的这个参数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现在实力化一个新的变量 叫做Net 也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神经网络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Network 然后我们传入这个 我们之前定义的这个sizes 所对应的这个参数 231 也就是要建立一个三层的神经网络 分别有输入层两个神经元 隐藏层三个神经元 输出层一个神经元 这样一个神经网络 然后呢 我们分别把这几个属性打印出来 就是首先看它有多少层 然后看它呢 size也是多少 然后这个bias是多少 width是多少 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神经网络呢 它的number of layers 一共是三层 对吧 这个没有问题 是我们之前定义的三层 然后呢 这个sizes 就是我们刚才传入的这个参数 当然了 就是231 然后这个bias呢 就是说我们之前 传入了这个初始化的这个中间的三个神经元 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图 就是中间的 我们就不是说231吗 假设没有这两个神经元 231 中间这三个神经元所对应的这个偏向和输出层这个神经元所对应的偏向 好 那么最后一个width呢 我们看到它其实有两组部分 这一部分矩阵呢 我们看它是一个三行两列的矩阵 也就是说它一共有三行是吧 有两列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对应一下这个结构来看 也就是说我们的输入层不是有两层吗 我们说这个隐藏层有三层 它们两两之间有一条线 也就是说 对应的分 刚好是六个值 我们刚才那个矩阵的六个值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层 分前两个 就输入层的两个神经元 对应的 下一层的某一个这两个值 刚好就是 我们 矩阵中 前面这第一行两个值 对不对 就是说 当前层的两个神经元 对应到下一层的第一个神经元的两条连线 所对应的这个权重分别是这两个值 那么下面两个值呢 就是说 剩下的是吧 我们下一个这个神经元 所对应的这个 下一个神经元所对应的这 这两个 这两条边 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说我们下一层的这个中间的神经元 所对应的当前层的这两个边 这两条线 它所对应的这个weight 这个权重 是这两个值 那么 因素当然最后一个呢 就是说 我们 最后一个 下一层的下 最后一个神经元 所对应分别对应的这两 当前层的两个神经元 这两条线 他们所对应的这个权重 好 这样的话刚好是一个 三乘二的一个矩阵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 非常显着意见了 就是说 我们下面 要看这三这三条边是吧 假设我们只有三个 假设我们只有三个神经元的话 在这一层 因为我们是二三一的结构嘛 所以 这一条边 这一条边和这一条边 一共有三条边 分别对应三个值 我们初始化这个权重 就比较容易理解是吧 所以从这个简单的这个network 我们定义的 我们就把这个神经网络的大的结构给定义好了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这个 叫什么 叫 这个方程 我们上上跟大家其实讲过啊 这个就是说 其实它就是一个sigma function 啊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sigma这个function 其实表示的是 1除以1加上1的负多少次方 那么里面呢 它是一个加权求和 也就是说 这个w呢 就表示我们的权重的向量 然后这个a呢 就表示我们的输入 然后这个b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bias 就是我们的这个偏向啊 我们把这个加权求和以后 加上b之后 再对它作为这个啊 sigma function上面这个 exponential 也就是说对e 求这么多次 负的这么多次方 是吧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设计就是说 我们定义另外一个方程 如果把输入传进去以后 我们如何通过这个输入 来计算输出 是吧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数值 从输入层 把x的值输进去之后 通过 假设我们有了这个weight 就是权重和这个bias 偏向的话 我们如何来计算 通过正向传递 我们如何计算这个输出值是吧 这个其实比较简单 我们还记得我们之前讲的 这个是这种神经网络结构叫 向前传递的神经网络 也叫fit forward神经网络 所以我们定一个function 就叫fit forward 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输入的时候 我们如何不不断的来这个 apply 就是来使用这个sigma function 来算 根据当前输入的 来算输出是吧 所以呢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输入只有一个a是吧 它是一个input 它是一个向量 那么我们 输出的就是这个网络的输出 那么我们如何来计算呢 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说 在这个zip 我们看到啊 就是我们刚才不是有一系列的这个bias 是吧 还有一系列的这个weight 就是偏向和这个权重 那么它们 程度而出现之后 我们这里面每一个这个偏向和weight 我们都做这个sigma的计算 这个sigma function 是在这个python里面自带的啊 所以我们直接就是说 这个sigma 然后这个.product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如果有一个向量w 是我们之前定好的这个权重 和另外一个向量a 是我们的输入的话 他们两个就是 假如w有三个的话 w1 w2 w3 a有a2 a3的话 他们就求这个.product 属于点乘 也就是说 w1乘以a1 加上w2 乘以a2 加上w3 乘以a3 这个成绩呢 再加上b 然后我们再对它 求这个sigma function 也就是说 对整个这个值 把它当做这个 me 然后我们对 e除以1 加上e的负 这么多四方 这就是sigma function的定义啊 然后我们再return a 就是return输出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就定义 定义了一个feed forward network 就是向前传输的network 可以不断的来计算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将跟大家解释 如何通过这个 我们之前讲的这个 就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 梯度下降算法 但是我们记得上一节课 跟大家还讲了一个 梯度下降算法的变种 叫做这个随机梯度下降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我们如何定义这样一个方程 来实现 随机梯度下降 来更新我们的这个 weight 权重 和 bias 偏好 好 那么下节课 我们将开始给大家接着介绍 如何实现 随机梯度下降算法 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